这是一辆总产线拿过来的分析,是一辆没有调的 现在我们要把它调好 首先我们先调去它的发射机 我们首先拿到发射机来,先把它的微调去中 所有微调都放在中立点 好,然后再把这个扭到它的指定位置 好,下一步开始给摇波器写入程序 这个程序是客户提供的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程序 好,这个是 呃,油门曲线 这个是3D油门曲线 好,这样来开始,逻具,逻具,普通逻具曲线 好 好,普通3D曲线 好,然后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飞机上面的零件 哪里有没有组装到位 好,然后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飞机上面的零件 还快 clue 好,可以的话,我们就给飞机充电了 웅 呃,火轱 感谢观看 然后我们通电把让托机回到中立点 然后扣摇地 让遥控器的油门 油门摇杆放在中立点 开始扣摇地 摇地扣为水平状态 摇地扣摇地 很转开 开始在那边 看我们可以一通拉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看 这个摇地基本已经 三个摇地基本都已经水平了 而且这个拉杆是垂直的 它跟主轴是基本上是垂直的 这两个拉杆 下一步我们开始调节这个十字盘 十字盘的平行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它往往这边右偏了 这个摇地基本上是垂直的 这个摇地基本上是垂直的 这个拉杆 一定要把这个球头 球头两边的螺纹 螺纹距离一定要一样 而且球头这个 这个拉杆 不能螺纹露出太多 一定要留够有八个螺纹流量 好 基本上差不多 然后下一步就是这个稳定控制臂 和这个相位气质 很水平状态的 我们看这已经是水平的 因为我们这个拉杆是 已经提前给好尺寸的 好 然后再看这个平衡框也是水平状态的 看这个 还平衡框也是水平状态的 好 下一步开始聊 然后我们调节一下尾巴 让这个坐姬回到处里 因为这个球头一定要垂直向上 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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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想要 四个 就可以了 对 以后 对 伤害 伤害 就是我来 来 看 这是一个 综合 这 那 伤害 那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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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害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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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重新充电看一下这个 所谓的摆一下 我们调节这个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滑套 它不能碰到两边这个侧板 一定要给两边有一毫米的余量 然后下一步开始量一下这个奖的角度 首先我们量一下这个普通模式下 普通模式下油门达到最底端的角度 这是-5度 然后把油门推到中立点 看看它的角度 0度 然后把油门打到最顶端 10度 10度 这样基本上可以说普通逻具已经达到要求了 然后切换3D 有没有打到最底端看一下它的逻辑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逻辑是8.5度不到9度 然后看一下正逻辑 有没有打到最顶端看一下正逻辑 过了 看一通看 10度 这个自逻辑还是没有达到客户要求 现在我们通过调节 又通到缓空量来调节它这个 保证它这个逻辑都要达到客户要求 好 现在是客户的6通道是75 我们改为80 好 可以了 再开一下逻辑 首先看一下油门摇杆 在最底端还是最顶端 油门摇杆看一下 没有打到顶 看一下 好 好 我们现在在最底端 是-10度 好 现在打到最顶端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是10.5度 10.5度和-10度 好 已经打到客户要求了 好 然后 然后下一步 开始调节它的双脚 然后我们调节双脚 就会给奖面贴一个白色的贴子 这样容易看它的奖面容易调节 再看一下它们两个奖的松紧度是否达到要求 好 这个奖面松紧度是可以的 好 这个奖面松紧度是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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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听到这个电条一直滴滴的响的话 然后我们把这个油门推到最大 然后重新充电 好然后放一小 这个是让电条重新设定一下电条 有双桨是吧 然后我们听过调节这两个拉杆来调节到双桨 假如这个白桨向下的话 调节这个白桨的拉杆 就松拉杆 看它的双桨的大小来调节它的长度 好现在没有双桨 我们调节一下 试一下它的平稳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千万万一 它在飞的时候 如果有左偏右偏前跑 后跑的时候 会用微条来修复它 然后调节拉杆 先看一下它有没有修复微条 好 没有修复微条 证明这个飞机是非常稳定的 已经可以达到客户要求 完了